《楚禾日當午,漢迪和下土,誰知盆中宣,粒粒皆辛苦》 《李生》這首《楚禾得意之處》 在於李生沒有很仔細形容耕種的過程 而是用簡單側面描寫去描述耕作的辛勞 再用《盆中宣》這種日常光景 將不是農務的人與耕作連接起來 然後還留下一句可以讓父母天天吊你的粒粒皆辛苦 將整首詩串連回一齊 加上整首詩用字淺白 真是阿豬阿狗都狼狼上口 而《天碎之笑道姬》 我認為就這麼巧巧 和《楚禾有了異曲同工之妙》 這款由同仁社團Edowise兩位成員為主力 再加上其他同仁社團協助所開發出來的遊戲 用了五年半的時間 涉及的開發人數也只有十幾個人 但他們就很成功地在遊戲中刻畫了日本的文化 日系加仲田 答案當然是牧場物語 日系加仲田再加戰鬥 那就肯定是符文攻防了 我本來相信這是一個恆久不變的定律 等等,這兩款作品好像只是玩龍夫座女 原來直到我玩過《天碎之笑道姬》之後 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第一次真真正正地玩到日系仲田 不是這個仲田,是這個仲田 《天碎之笑道姬》是一款由橫版動作遊戲和中大米要素 所組合出來的ARPG遊戲 故事中主角佐久明公主是一位豐樣之神 他父母是母神 他母親跟他一樣是豐樣之神 但佐久明公主她從來都不是龍路 只是靠母親留下的大米過日子 遊戲的序盤一年前的亂事令到他被人放逐了去一個稱為鬼島的地方 並且調查鬼怪在鬼島出現的原因 於是大家就來到鬼島進行生活了 正所謂日出而作 大家在遊戲中每天的早晨就由照料理的農作物開始 施肥、除草、調整水位等等 搞定之後就可以出門口 在鬼怪橫行的鬼島入面冒險 順便打獵和找素材 這遊戲的冒險部分簡簡易明 3D的橫版戰鬥 基本的輕重攻擊 配合著不同的方向還可以打出變化 在遊戲的過程中 佐久明公主還可以學到不同的技能 技能對戰鬥的影響真的很大 除此之外 佐久明公主做了一件雨衣 玩家可以用雨衣進行移位 亦可以用你的雨衣使用多姿多彩的技能 用雨衣進行空中連技 亦是這遊戲的進階技巧 而除了直接攻擊 遊戲中玩家亦都可以打飛敵人 將敵人當作炮彈去掃一堆敵人 遊戲的戰鬥玩法容易上手之餘 又有不錯的視覺效果 將敵人擊飛的打擊感亦都給亦很大的滿足感 技能變化多而且效果突出 使用得而可以影響戰局 雨衣的應用亦都令到玩家覺得自己很有技巧 但同時雨衣在使用上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我個人覺得很難準確地用雨衣捉住一個目標 在遊戲中經常都會一下打了N的敵人上天 這個時候如果你想用雨衣 挑選一個敵人出來捉住他 是很難做到的事 特別是遊戲中的Boss戰 很多時都是圍偶玩家而不是隻抽隻 於是就令到很難捉住Boss來搏招 而遊戲的後期技能亦都太過強勢了 一招登里 高攻高速低消耗大範圍 更容易做連技起手 令玩家相對戰鬥操作帶來的成就感 更容易感受到的就是數值上的強大 例如今年的大眾難度指標Dark Souls 其實只要靠拆或選適技能裝備 都只不過是一隻設賽遊戲 這是ARPG的有趣之處 同時亦是無奈之處 不過那些都是後期的事 前期如果玩家沒有過份依賴等級展覽 是好考玩家的反應和對技能的了解 但反過來想 如果你想慢慢練高 再去展覽敵人 都是一種輕鬆的選擇 真是男女老友都適合 不過到了晚上 敵人等級就會變得很高 天黑時事不好 而且主角佐久明也開始肚餓 於是玩家一般就回家 檢查你的水田 再日日而息 同伴一起享受勞動的成果 遊戲裡面的料理可以為佐久明 帶來很強的效果 例如非戰鬥時自動回血 對毒氣的抗性 在level不高時 托方必備技能 吃飯的同時 總是聽同伴說他們的故事 最後一起睡覺 迎接新一日的開始 不過戰鬥只是遊戲中的其中一環 天睡之少童機 在獄城部分 不能單靠戰鬥打怪就達成 玩家要獄城佐久明公主 就要靠中大米 中米就可以變強 也是這遊戲的最大特色 佐久明公主作為風釀神 杜米的level就是他的level 真是春中一粒粟 抽收兩三粒 想要level up你的角色 中米啦 而杜米的色香味等等要素 也代表了主角的六維能力 所以大家如果想升 升得比較快 即是想角色的能力 偏向一個方向 要點就在於種出優質的米 但又要怎樣種呢 我相信香港的大家想起水道 就會有這個畫面 是啊是啊 水道要種在水裡面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放心 天水之笑道機 會將你由一個龍武白癡 調教成一個條理龍武系 因為遊戲並不像木場物語等等的遊戲 每天淋水就當照顧好你的龍藏物 而是將種米的過程 細分為11個程序 以電子遊戲來說可以分得很仔細 是目前唯一的種道模擬器 天水之笑道機不像其他種田遊戲 可以種多姿多彩的龍藏物 玩家可以種的龍藏物 就只有一款 就是道了 玩家也不會再將焦點 放在怎樣令村民又或者自己懷孕 大家只需要戰鬥拿素材 並且靠種田令到助狗名公主變強 變強之後又去挑戰更難的關卡 遊戲就跟現實一樣有春夏秋冬 不過每個季節就只有3天 一年就只有12天 所以一年就不用過365天 又或者同類型遊戲會有的120天 節奏要比其他日系種田遊戲要快很多 正所謂一年之計 在於春 玩家由年尾或年初育苗開始 由翻土、整地、私肥、插殃、灌排水、曬田、收割、布掛、打穀、脫殼 最後最後才會成為可以食得的米 而這個流程好玩之處 就在於每個流程都會有些事情要玩家自己去決定 例如插殃的時候 要插得密還是插得梳呢? 大家雖然知道水道是要用水的 那你又知不知道要用淺水還是深水呢? 正所謂家家打道親相情 米成熟之後又要在什麼天氣進行收割和脫殼呢? 不給Google 不知了 而上面的例子正正就是影響道作成果 也就是米的六圍數字最大的要素 米的六圍也會影響坐九名公主的六圍 技能也是道的數值達標才可以解鎖到 所以中米的時候玩家真的要很小心 我個人就玩得比較趕時間 早上處理完龍墓 我就會去打怪充關找素材 攻略遊戲關卡的時候趕著時間打 為的就是下午可以回到水田看一眼 拔走搶養份的雜草和調整水田的水位 畢竟每次種米都花上遊戲時間的變大半年 而玩家又只要在種米的最後步驟 也就是脫殼的時候才可以升級 假設你戰鬥的時候因為level不夠而卡關 你就只可以靠這個一連一次的升級機會 而level對這遊戲的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種米技巧是比戰鬥技巧來得重要 而且種米的時候玩家也不可以很清晰地了解遊戲所有數據 例如遊戲的教學會跟你說 你什麼時候要用淺水 什麼時候要用深水 但他從來就沒有跟你說清楚 落多少水算淺水 又落多少水又才算深水呢 什麼又叫佔水呢 這種適當的曖昧令人覺得每次都會想試下不同的方法種田去找出正確的方法 也因為種米技巧其實跟現實的種道理論是有相同之處 所以日本的龍林水產散網站就成為了這遊戲的攻略網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聽到我上面說一大堆東西 天瑞之笑道機好像很難玩 但其實上面所說的所有種米方法 是會在遊戲裡面一連一點點擠牙膏 手牽手教你如何進行每個程序 到你學會所有程序 他們才會慢慢教你 其實每個程序對米是會有什麼影響的 所以其實都已經算好上手 可能說到這裡 天瑞之笑道機好像都只不過是符文工房的強化版 戰鬥和中田層次更加深 但其實這遊戲做得好的地方是整體的節奏 撇開故事背景 戰鬥和中田 本身根本就是雞和鴨講的東西 完全兩個獨立的system 我們再拿符文工房來做例子 在符文工房裡面 玩家一早早早為農作物淋下水 準備禮物去追求女生 剩下大半天的時間 都只是走過森林裡面拆開 而中田玩法由於簡單 沒有深度 於是當中就沒有什麼成就感 只不過是為了賺錢而中野 佔時間比較長的拆開 又不是做得很精 於是中田戀愛戰鬥完全失衡 是用3.30分去拼湊出來的90分 而且符文工房一年裡面有成120天 但玩家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沒有那麼多 導致時間滋餘過剩 有時沒什麼做 下午就跑去睡覺 但是天睡之少盜機 就很成功地平衡了 戰鬥和種田獄成這兩個要素 玩家種米的心血 會很直接地化為佐久明公主的戰鬥力 米的不同品質也會決定主角的成長方向 用邊強之後為主角去冒險 打回來的素材和食材 又可以變回田地的肥料 成為料理的材料 還可以用來製造衣製武器 帶來更好的肉成效果 增強戰鬥力 形成一個緊密而又環環相扣的循環 而做到這一點 亦是因為遊戲除了不行動之外 所有可以進行的行動都是有意義 同時為與複雜而有仔細的中田玩法 作出一個平衡 我們可以看得出製作者 在戰鬥關卡的數量和花式上 花了不少的功夫 故事亦有一定的鋪排到的份量 令戰鬥和種田可以做到並駕齊飛 而不是長短腳 此外這遊戲亦有無數考驗資源管理的地方 最明顯的就是時間管理 例如玩家一般只能在日休息時有效地開放 因為到夜晚敵人就會變強 料理亦只是生效半天 變相玩家要在有限的時間內 選擇最有效率的推關行動 同時你種植物時 農作物亦會有不同的成長階段 例如出睡前 如果你只顧著探索 而忘記進行曬田 就會影響米的產量 雜草害蟲這些玩家都必須及時處理 如果不是長遠來說會為稻米帶來很明顯的傷害 這些時間的限制令玩家必須決定好行動順序 喜歡緊湊節奏的朋友 絕對可以感受到精確管理行程的快感 絕對是一分耕耳一分修往 但即使你比較佛系的玩家 還不是做得不好 戰鬥不夠打 那就多幾年了 而且遊戲的節奏亦掌握得很好 將一年設定為只有12天 令到遊戲節奏不會太慢 而且一年12天 玩家都有不同的種米步驟 上面這些設計 成功令到玩家每天都會期待水道的成長 期待新的關卡 還有期待收成的一天 用兩個字形容就是上癮 遊戲裏面偏向真實的設定 亦都令到玩家體會到古時農民的感覺 同時又可以在遊戲裏面 學到不少種道相關的知識 好玩、充實、有意思 故事方面我認為成長是本作一個很大的主題 作為中田ARPG的主題 實在是perfect match 音樂方面更加少 用上大量的和風樂器 我不敢說遊戲的音樂真的很好聽 但說它洗腦絕對沒有死錯人 如果想了解更多本作音樂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看我朋友Lolo解說這遊戲的音樂 希望大家都可以從中學到更多的遊戲音樂知識 只要按右上角的資訊卡就有得看了 說了這麼久 相信大家已經猜到 天瑞之少盜機以五星為最伏 個人會平為零星伏 以天瑞之少盜機的定價來說 遊戲的內容可以說是十分豐富 戰鬥玩法本來就很爽皮 更加不要說這次是第一次有一隻經 將東南亞這麼多人的煮食米飯的生產過程 這麼迫真地重現 雖然今時今日農業已經是全面機械化 但天瑞之少盜機 依然用一個簡單有意入口的方法 令玩家感受到耕種當中的苦月落 就好像《草和》這首詩一樣 不知道玩完這隻遊戲的朋友 看著飯桌上那碗白飯的時候 現在會不會多了一份感情呢 當然即使是零服遊戲 這遊戲依然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如果在種田的時候設定不顯示面具就好了 因為帶面具種田真的很奇怪 但玩家經常要為外觀裝裝拆拆的面具 真的不太好 遊戲的戰鬥系統也可以讓玩家進行一系列的年紀 但這遊戲就好像《魔鬼鬼》 你不年紀也可以很輕鬆打贏所有敵人 《天瑞之少盜機》這款用了五年半開發的indie game 裡面有著滿滿的和風味道 它的內容和遊戲的深度 完完全全違反了商業遊戲的開發思路 也有著遠超大作的遊戲性和心思 恐慰代表了遊戲愛好者 對於現今過度商業化的電子遊戲產業的一個反咬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影片已經15分鐘暗長 相信大家都看到很累 快點按訂閱鍵 然後休息一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這個傑超可愛 怎麼辦 超可愛 怎麼辦 我們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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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